早前訪問非洲四國 有分析指出 馬克龍在國內矛盾重重 以及在國際局勢未明之際 決定出訪非洲 突顯法國正在非洲 嘗試實現轉型 即是從傳統上下專備 轉型至未來的平起平坐關係 法國正在非洲 馬克龍今個月1號至5號的非洲之行 先後訪問家蓬、安格拉、江果 和江果民主共和國 北京環球時報評論文章提到 馬克龍此行被認為是 旨在重拾法國對非洲的影響力 這樣或只是希望將傳統的 主要依靠法國軍事力量的方式 轉型為更為柔和的 雙方已知是多方參與的 而且由顯性轉為隱性的合作模式 近年來法國在非洲的直接軍事干預較多 儘管有一定收穫 但如果按照投入產出比計 對法國來說 無疑成本過大、收效不足 也正在這種背景下 馬克龍政府不得不推動 在非洲的轉型之策 分析認為法國正日益面臨兩大挑戰 一、是來自非洲經濟體自身的挑戰 即是具有人口優勢 和後發優勢的多個非洲國家 正是逐步成為法國未來的競爭者 而不是只是先前的原料供應國 和經濟依賴國 而是新興經濟體 正是以一種全新的模式 和非洲國家合作共進 評論指出 作為法國新一代領導人 馬克龍力圖革身 的確精神可家 但作為長期依賴非洲前正民地國家的法國 要真正放手非洲 顯然非其所願 所謂的法國在非洲的轉型 與其說是真心實意 倒不如說是在時代潮流之下的一種無奈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